天不胜我柳如烟 扎到万古如长夜 柳如烟提醒您 蹲坑别看容易腿麻 睡前别听容易伤心 正文开始 我是一个演员 跟柳如烟演了五年戏 费心竭力地演一个替身 可人人都说他对我不同 叫我一声姐夫 直到他的竹马回来的那天晚上 他冒着滂沱大雨去找了他 那天是我们相遇的五六年 我做了一桌子菜 在房间里等了他一夜 第二天 他拿了一张卡放在我面前 对我说 记不错 体面点 好聚好赛 我平静地回了他一句 好 后来 我真的遵照跟他的约定 离他越来越远 可当我回到自己的生活 彻底忘了他时 他却跑到我身边 说真的爱的人是我 我推开他 淡然地说 刘董 咱们的那部戏已经结束了 接到刘董秘书的电话 说他今天晚上不会过来时 我正在做饭 文言我停下了手里 正在包下的动作 有点诧异地问道 为什么 秘书文言有些欲言又止 但因为向来和我关系好 还是透露了 刘董的那位 回来了 别的我也不好多说 你长点心吧 电话挂掉的声音 滴滴地穿透耳朵 柳如烟 一家娱乐公司的老板 也是我的女朋友 我们在一起整整五年 所有人都以为 我们快要结婚了 而今天 是我们的相识纪念日 曾经他说 希望以后每年的今天 都能和我在一起 亲眼见到柳如烟 红着脸渣在 吉伯英的怀里时 我表现出了追星的难过 我早知他有个竹马 是天之骄子 人人称赞 但后来因为要出国深造 两人就分开了 从前看他时刻 关注他的消息 我不是没有介怀过 以为长情的陪伴 总能抵过年少的季度 没想到 还是输了 惊艳雨很大 哭等许久 我在微博上搜到了 柳如烟 夜宿新宠家的消息 也许是不甘心 冒着大雨 我来到了狗仔抱出的地点 却看到了他们拥抱的阴影 许是我的目光太不炙热 抱着他的男人 朝我的方向折了指 柳如烟回过头来看到我 原本娇羞的脸上 显现出了不耐烦的神色 他快步向我走来 冷声问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 他就挥了挥手 打发的对我说 别耍性子 先回去 转身后 又小跑着回到男人的身边 拉起他的手 看着他的神色 我终究没在说什么 淋了一身雨回到我们的住处 看着一桌子凉掉的饭菜 一夜无眠 自从相识起 我就一直在等柳如烟 刚认识他的时候 又正遇到几博英出国 他天生要强 早早继承了家族事业 重担紧紧压在了 他瘦弱的肩膀上 那阵子他夜夜都要熬到凌晨 我就陪在他的身边 等着他睡后 才放心入眠 那时深夜尽管寒冷 却不卖娘 而现在 这一夜 我却觉得无比煎熬 这一刻从答应他在一起 时我就知道会到了 只是从未想过如此之快 所幸他并没有让我等多久 天微微亮 他就一身风尘仆仆地回来 刚坐下 一达合同被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郭导最近一部戏的男主 和你以往演的风格很像 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卡 这里面有一千万 体面点 咱们好聚好散 我把卡和合同都推了回去 看他不耐烦地皱着眉头 这戏几伯英想要我都没答应他 你们戏路差不多 抓紧机会吧 时序点 你跟了我这么久 我可以在家五百万 我摇了摇头 看着面前的女人 这些年 你给我的够多了 这些我都不要 早说过 戏结束了 我会消失在你们面前 在柳如烟复杂的目光中 我拎着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 推门离开了我们一七五年的家 这些年 我演过无数戏 许多剧评人都说 我像是一个没有表情的机器 只有我知道 成为几伯英的替身 是这五年来 我演的最好的艺术戏 大学刚毕业那年 因为不肯接受潜规则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戏牌 为了生存 在影视城里跑龙套 演死尸 穷得连奶奶病重 我都没有钱回去看他 直到柳如烟出现在我面前 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那天得知了奶奶的病情 我刚演完群演丧尸 七尺男儿 却忍不住为生活所迫嚎啕大哭 脸上的妆混着眼泪揉作一团 柳如烟却偏偏偏从这样一张脸上 看到了和几伯英相似的眉眼 她给了我一笔钱和一张名片 让我回去见到了奶奶的最后一面 后来拿着她给我的名片 我也曾犹豫过是否要回去找她 但想到她那是单薄的肩膀 悲戏的眼神 我还是拨通了名片上的电话 电缆的对面传来清冷的女生 来找我 然后演好几伯英 这些年 因为在纪伯英角色上扮演的还不错 我在娱乐圈 凭借着柳如烟的面子 也有了几分名气 但因为演得太好 我丢失了自己 也心甘情愿地迷失在戏中 几伯英喜欢穿白衬衫 我丢掉了自己所有的黑衣服 几伯英喜欢听钢琴 我从此再也不听摇滚乐 几伯英不喝酒 从此我有了沾杯就醉的人设 几伯英是天上的月亮 而我只是地上帆船 只因那相似的轮廓 却妄想将它取而代之 最终净花水月 一场虚梦 我扯掉了柳如烟 送我的昂贵的领带 踢掉了脚上价值不菲的皮鞋 给司机打了电话 让他在我向城市的喧嚣中逝去 鸡尾酒的辛辣和带有节奏感的音乐 让我感到此刻我在为自己而活 一只修长的手伸到了我的面前 女人戴着老气的黑矿眼镜 眼睛却亮得出奇 颓废又不羁的样子 是我想要的男主角 最关键的是 够诗意 有兴趣跟我聊聊剧本吗 他将一张名片放在我的面前 我看到上面的字 不是什么大导演 我随意点点头 站起身往外走 想把名片随手扔掉 谁知他拦住了我 冲着我喊 记不促 我知道你的事 相信我 我能给你一部让你兴奋的好戏 其实我对于红起来向来没什么执拥 只想演好每一个角色 近年关 许多奖项开始揭晓 再和柳如烟遇到 是在一场颁奖典礼上 早在半个月前 我就知道古装剧最佳男配角奖是我呢 毕竟被称为古装花瓶专业户 我还是演好了几个温润如玉的家公子形象 看着大屏幕不停翻转 主持人介绍此缓缓脱出 他清朗如玉 不识人间烟火 一身白衣飘然降世 是万家灯火中的哲仙人 古装剧最佳男配角获得者 纪伯英 在聚光灯的照射下 纪伯英缓缓登台 像高调归来的王子 我听到耳边尽力压制 却还传来的阵阵低语 郑主回来了 这替身的戏唱完了 全场在几伯英对柳如烟的感谢 与爱意的土路中到达高潮 柳如烟在众目睽睽之下 上台紧紧搂住几伯英 天造地设 一对逼人 我笑了笑 在一片喧嚣声中离场 确实至此为止 我和柳如烟的这场戏结束了 自从颁奖晚会之后 我的人气骤降 从前接不完的剧本 如今只剩下零星几家 还是几伯英不愿意接 没有办法 才退而求其次的 助理挑了一两个 我长眼类型的角色 让我挑 我翻了翻 发现无外乎又是 从前柳如烟喜欢的 清风朗月角色 把剧本扔回给助理 以后这样的剧本 不用再借了 助理欲言又止地看向我 以前我只接花瓶类的角色 因为柳如烟喜欢 国外的几伯英也接这样的戏 他说我骨子里有一种不羁 一旦动起来 就不像几伯英了 为了像 我压抑着本性 努力将自己 向他所喜欢的 光中金月的形象靠近 如今 没必要了 又过了一段日子 仍然没有接到心仪的剧本 这时我想起来 那天酒吧里的 黑矿眼镜女孩 拿出那张 已经有些褶皱的卡片 打通了上面的电话 刚接通 还没等对面说话 我就说明了来意 我是纪博处 上次你说的剧本 拿来看看 对方仿佛早就知道 我会再给他打过去 和我互通了地址 再见到他时 那双代表性的 黑矿眼镜早已被摘下 取而代之地 露出了一副 和柳如烟极其相似面容 纪先生你好 我是柳如妹 如你所见 柳如烟的妹妹 面前女人和五年前 在门前唾气的小姑娘重顶了 那时候柳如烟刚刚接手公司 对公司留下的人全面洗牌 柳如妹作为柳如烟的一母妹妹 因为家族斗争失败 被送出过深造 没想到五年后 她都长这么大了 我看着小姑娘眼下的 隐心和嫉妒 别过毛子 淡淡地说 我不管恩怨 只看剧本 句好 我就演 柳如妹文言 扬起了灿烂的微笑 当然没问题 不过纪先生 演我的戏 可就演不了我姐的了 我抬眼看着她的坏笑 灵动又有点碍眼 还是回复道 戏好 我就演 拿过剧本翻了翻 不是古风剧 居然是卧底警察的故事 演一个女朋友惨死 打入黑帮调查的卧底警察 既要演出在黑帮时的不羁反叛 也要有回归身份后的正义坚毅 不得不说 确实很有挑战 不再是花瓶的角色 从外观和细节的营造上 都需要更细心 把剧本盒上 放到桌面上 这句我接了 准备签合同吧 小姑娘一拍大嘴 我就知道 你敢接 我无奈地看着她 不用捧我 你这句 除了我 也没人敢演吧 小姑娘母亲是柳如烟父亲的第二任妻子 和柳如烟关系堪忧 但柳如烟有手 哄得老爷子将公司的管理权都给了她 继母和小姑娘几乎什么也没有得到 无奈之下 小姑娘才被送出国 暂避锋芒 如今她回来了 自然被柳如烟视为眼中钉 怎么会轻易让她出头 大牌的明星看不上她这么个小导演 普通艺人又不敢得罪柳氏 只有我这个被柳氏抛弃的最适合 小姑娘被我说破了心思也不恼 那你还演 我指着剧本对她说 我需要这部剧 你需要我演 咱们各取所需 小姑娘笑得明媚极了 伸出右手 甜甜地说 那合作愉快 鬼使神拆地 我伸手握了上去 我要出演柳如妹剧男一号的消息 很快传了出去 许多人都嘲笑我 离了柳如烟一事无成 居然找了个名不见经传的导演 只怕要胡到十八线去 倒是柳如烟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语气颇为不耐 我说过不要再耍手段 你以为自毁前程 跟着我妹妹就能让我关注吗 相识一场 柳如烟好像把我当成 一只想博得主人眼球的小狗 我没有生气 只是感慨从前的那些激动 而后平静地回复道 柳董 您误会了 我只是喜欢剧本 柳如烟的语气里 有压抑不住的火气 喜欢我妹妹的剧本 气薄醋 别耍手段 你现在回来给几薄英作陪 我还能保你前程 我听着他尖锐的声音 自嘲的笑笑 以前虽说是拿钱演戏 可入戏深时也未免会动几分真情 如今戏散了 再看这戏中人 竟如此面目可憎 自以为是 我缓缓吐出一句 不劳柳董费心 只希望柳董遵守约定 不要再打扰我 不然 显得柳董放不下我 柳如烟气急 顿了几秒 吼道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三流的演员 配上三流的导演 拍成什么惊世骇俗的烂剧 庸人不自知 你们等着自毁前程吗 说吧 就气急半坏地挂了电话 此时柳如妹从我身后走出 有些坏心眼地说 听说我姐那位白月光 最近拍戏 传出了深夜跟你一号 看剧本飞闻 你说我姐是不是发现了你的蚝 想吃你这颗回头草 我看向这张幸灾乐祸的脸 只觉得头疼 缓缓地吐了一个字 滚 随后拿着剧本回去看了 只听到身后小姑娘 叽叽喳喳地嘟囔地说 这闷骚 不得不说 柳如妹的新剧 跟我契合度很高 作为表演专业毕业的学生 让我过了一把戏 为了更契合角色 我把头发都剃光了 营造出男主入狱时的惨状 还在微博上引起了一阵热议 说纪博醋惨被气候 看破红尘出家了 看到这条热搜时 柳如妹正在我的身边 笑得停不下来 此时证据刚拍完 我还没有走出人物 用男主的表情 将她推到墙角上 抬起她的下巴 问道 怎么 要试试我看破红尘了吗 柳如妹红着脸推开我 都说你是清冷戏 如今看来 是您老的本性被压抑了 我走到沙发上坐下 有点巨傲地看着她 我这叫眼神像什么 只见她八卦地凑到我身边 问 那你跟我姐妹几年是眼的吗 虽说确实有眼的成分 但谁能保证入戏不动情 只不过在柳如妹面前 我不想承认 而且缺钱 确实是我接近她的主要原因 我不置可否地回柳如妹 不然呢 她佩服地看向我 要不是我查过你的过去 真的 没人相信那是假的 你演得太真了 我说为什么柳如妹 这么坚持让我演男主 原来查过我的过去 见我看向她 柳如妹白白手 毕竟我没柳如烟那么傻 世上怎么会有 这么相像的两个人 还都被她碰到了 又不是偶像局 我点点头 是的 从始至终 我的目标都是柳如烟 我确实喜欢演戏 但是娱乐圈名利场 像我这样平凡出身的演员 再好的演技也难以出头 还要遇到各种骚扰 所以自从知道自己 和吉伯英长得向后 我就开始刻意接触柳如烟 等她出国后 我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连续很多天 我都在柳如烟的 必经之路上等待 终于被她发现了悲伤的我 柳如烟年幼丧母 被奶奶抚养长大 就算这张脸不能打动她 故事也能让她高看我几分 果然 我成功了 只是我没想到 柳如烟对吉伯英的执念这么深 五年的光阴 都没能让我取而代之 不过这样也罢 再好的戏 一直演下去也就没意思了 柳如烟有些疑惑问我 真对我姐没意思了 我点了根烟 冲她吐了个烟圈 最后一次 我对结束的戏 不感兴趣 而且现在 我不缺钱了 小姑娘呆愣地看着我 过一会儿又重新焕发了火力 冲着我的背影喊道 那我可追你了 既不错 临近年关 新剧开播 起初在众多新年剧中 她并不起眼 随着剧情一集即播出 口碑回转 新剧大火 一时间 铺天盖地都是新剧的消息 这时小姑娘在我的身边 对着我念头条 纪伯醋演技炸裂 把匹和帅完美演绎 这些年 纪伯醋因为脸把演技埋没了 明明可以靠演技当影帝 她却偏偏为爱吃软饭 以前我羡慕纪伯醋吃软饭 现在我羡慕柳如烟 曾经拥有这么百变的哥哥 我听得头都炸了 把她的手机屏幕关上 小姑娘仍然没有说过 跑到我的身边叽叽喳喳 你大火了 寄大明星 不用她说 我也不瞎 不过终究是过年 我也没好意思扫她的心 敷衍地回了句 流倒 同喜同喜 红气养人 许多以前在我和柳如烟分开后 和我解约的公司又围了上来 好事成双 因为剧情富有深意 在国外的某知名大奖上 我和柳如妹分别获得了 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导演奖的提名 一时间舆论哗然 毕竟这个颁奖名声在外 不存在内幕和关系 是纯粹凭借实力 有些在我与几博英之间观望的资本 开始纷纷向我倾铁 毕竟柳如烟家的公司 谈不上业界顶流 没有新进国际影帝的分量大 在庆功晚宴上 柳如妹又唱又跳 喝了不少 我拿着高脚杯坐在一旁喝酒 不一会儿 柳如妹也过来了 醉醺醺地跟我说 你知道吗 这是第一次 靠自己 我赢了一回 说完紧紧拥抱住我 谢谢你 柳妹的父亲看到了他的潜力 把他调回了公司 我又投身到新的剧组中 前几天经纪人 找了一部很新颖的科幻剧事迹 我很感兴趣 却不料碰到了几博英 最后定角色时 我和他分别获得了 男一和男二的角色 扮演未来与现实的同一个人 网上哗然 导演太会选角了 这种修罗场我喜欢看 听说这部剧柳氏集团投了资 不会是柳如烟 想看新欢就爱同台竞技吧 刚进组 我对几博英从未有过什么敌意 毕竟没有和他相似的这张脸 也没有我的今天 反倒是几博英几次三番找我麻烦 这部剧女主也是之前 和几博英有月光剧本绯闻的演员 两人搭戏经常把我晾在一旁 对于冷遇我也并不在意 毕竟不管对面是谁 入戏就可以 有一场戏需要我和几博英对打 其中调威亚稍微有一些难度 不过为了效果 我并不打算用替身 但几博英却打了退堂 出于影片效果的角度 我去找几博英聊了聊 希望他可以改变想法 谁知几博英不领情不说 还和女主一起造谣 说我耍大牌 不顾同族演员有伤在身 抢逼人不使用替身 几博英还发了一条腿上 亲子的微博正式传言 一时间 网上骂我的声音此起彼伏 几博醋一步细火就飘了 眼睛好有什么用 人品太差 不就因为几博英抢了柳如烟 他趁机打击报复人家 也许是放心不下几博英 柳如烟很快就来探本 和以前一样 前呼后拥地带上了不少人 几博英见状十分得意 把柳如烟送来的开机礼分给了大家 还特意在我的眼前晃晃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我也收到了一份 但被我不在意地扔在了一旁 柳如烟几次想趁机找我说话 都被我躲了过去 直到几博英跟同主人喝得大嘴 我没有去 柳如烟把我堵在房门口 他把半手里给我 又低声警告我 别伤几博英 我无奈地怂怂见 听柳董的 看他还不打算走 我又恭恭敬敬地问 柳董还有什么吩咐 他什么也没说 甩门走了 他走后不久 我公寓的门又被敲响了 一开门 看到了进来了一个毛茸茸的小姑娘 手里拎着一袋子的垃圾食品 我看着她笑笑 你就给我带这个 柳如妹把东西往床上一甩 双手一插 爱吃不吃 吃不惯零食 吃我姐送的瑞士巧克力去 我摇摇头 撕开一袋点心面就嚼了起来 小姑娘这才满意 凑到我身边跟我一起吃零食 一边嚼一边跟我说 别生气 柳如烟也不爽这几天 我告诉你 几伯英和那个月光剧本女主 是真有一腿 不过被我姐压下去了 毕竟现在不得不保几伯英 公司多少资源都砸在她身上 要是几伯英她放 老爷子得拆了她 我闻言挑了挑没看下她 这对你来说是机会 你打算什么时候抱出来 柳如烟坏笑着拍了拍我的肩 当然是送我姐一份大礼 作为柳氏的继承人 柳如烟的生日party办的极为隆重 许多夜内的知名人士都来捧场 往年我都是作为柳如烟的男伴参加 我本以为几伯英回来 我不会再收到邀请 谁知柳如烟亲自通知了我 虽然之前闹得不太愉快 但这点情面我还是要给她 刚到门口 我就看到了盛装打扮的小姑娘 正在和一个私下里不太剪点的三线艺人聊天 我黑着脸走了过去 逼人看到是我 急忙让开 倒是小姑娘看到我眼前一亮 挽着我的手朝里面走 很快 我们就看到了柳如烟 见到我和柳如妹挽着手进来 柳如烟打量了我们一会儿 杨起微笑向我走来 似是忽视了我身边的柳如妹 她不经意间摸了摸耳朵 我看到戴的耳钉竟是曾经我送她的 没想到你会来 又看了看我的穿着 黑色西服很衬 我礼貌地点点头 目光却看到小姑娘有些委屈的表情 心中有些发笑 面上却未动声色 毕竟刚才的一幕我有些生气 要给她的教训 柳如烟见我没什么反应 又问 一起跳支舞吗 我看小姑娘面色越来越不好 不想再逗她 对着柳如烟说 刘左 我有女伴了 您还是找陆先生吧 说完 我就拉着小姑娘去了舞池中央 看着小姑娘有些窃喜的表情 我觉得自己的心也激起了波澜 柳如烟的第一支舞 果然邀请了几伯英 众人也都非常给面子的向舞池巨动 只是变故突生 大屏幕上开始播放几伯英 在拍剧期间的所作所为 有跟我的争执 有不被台词只说数字 最后 出现了酒店里不堪入目的画面 尽管处理及时 但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一时间 柳如烟被出轨 几伯英月光剧本门冲上热搜 证据确凿之下 几伯英作为污点艺人被封杀 柳如烟错过了影帝 找了一根烂黄瓜 是啊 你没看那天际影帝的穿着 一身黑太玉了 不会是提前收到消息 刻意穿的复仇装吧 因为我和柳如烟 几伯英三人的爱恨情仇 托他们的福 我也蹭了热度 听柳如妹说 因为这次柳如烟和几伯英的桃色事件 柳氏的补士大跌 老爷子已经剥夺了他大部分的权利 这是我正在看修改后的剧本 几伯英和女主都已经退演 为了不耽误进度 由我一人分饰两绝 这挺有意思 我十分看重 如今正在紧急补课 我摘下眼睛看着柳如妹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 她抱怨得摇摇头 处理公司是太累了 我都没时间写剧本 怎么 你要把好不容易夺过来的权利 再还回去 柳如妹煞有歧视地点点头 是啊 只不过得让我姐知道 我不是她的敌人 我无心参与她的决定 又把眼睛带上看我的剧本 只是柳如妹离开时 我喊了剧 有问题记得找我 然后在她亮晶晶的眼神注视下 关上了 这戏一重拍 就拍了大半年 这期间 柳如烟来找过我一次 那时我正在拍 未来人格中反叛的性格 柳如烟就站在棚里 看了我一笑 等我结束 她看着我还没卸掉的妆 那五年 真的是我耽误你了 我拿毛巾随便擦了擦脸 看向她 突然说这做什么 柳如烟坐在我对面 问 听说你和我妹妹还没在一起 我挑眉看向她 不太明白她的意思 她喝了一口咖啡 要是我说 希望跟你和好 你怎么看 我看着她认真的模样 意识到她不是在开玩笑 就指着棚里刚拍过的画面 柳董 这戏 拍完了 就是结束了 柳如烟有些出神地看着录像棚 回神后笑了笑 咱们的那部戏 是彻底结束了吗 我看向她 郑重骑士地点点头 早就是了 她微笑里添了几分自愁 朝门口走去 临走前看向我 我很后悔五年前让你演她 又庆幸你演过她 我看着她的背影里 在夜色下越走越远 之前几博英和女主的丑闻被爆 我所在的这部剧调换了女主 还公告了我一人分尸两绝 因为原剧粉众多 外界不太看好 很多投资商都撤了资 索性在柳氏的鼎力支持下拍完了 结果刚一经播放 评分就居高不下 纪博促这次真的惊到我了 这不是两个人吗 为什么我觉得 纪影帝一个人演出了分裂的感觉 快给纪影帝找个四胞胎剧本 都猜演 我妈当才问我 为什么跪着看电视 新剧反应良好 一时间我被推上神坛 和之前的剧不同 这次我的表现可塑性更强 也水平更高 有许多粉丝在网上 爆出了我之前 在学校时的表演课成绩 次次低 却毕业没有戏拍 之前跑龙套时的画面 也被人都翻了出来 纪博促顶着一张神眼 此时督眼 我天 纪影帝居然和那个谁是一个班呢 这颜值不是校草 资本的力量 纪影帝这种农村出来的怎么比 突然有点感谢柳如烟 理解柳如烟 质疑柳如烟 成为柳如烟 这次爆红彻底 让我成为演技和颜值上的双顶 柳如妹此时收拾家里的烂摊子 忙得不可开交 也在百忙之中 给我打了电话祝贺我 这些天的恭贺 都不及小姑娘的一句 辛苦了 又等了许久 终于等到小姑娘忙完了 这些日子我听到了很多关于柳氏的消息 其中就以柳氏姐妹握手言和 最为让人震惊 毕竟当年人人都知道 柳如烟掌权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年幼的妹妹赶出国 没想到柳如妹好不容易回国复仇成功 居然愿意和柳如烟重归于好 毕竟此时柳如妹在董事会中印象极好 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此时被外界诸多揣测的小姑娘 正坐在我面前 捧着奶茶一口一口的喝着 我看着她 疑惑道 你不恨她 小姑娘摇摇头 其实我姐也挺惨的 原来柳如烟的母亲本是原配 资助他们父亲创建基业 只可惜老刘董后来功成名就哄 就四处想要儿子 找了许多小三小四 还公然挑衅他母亲 柳如烟的母亲被气得突发疾病去了 柳如妹的母亲虽然没生下儿子 但是颇有手段 哄得老爷子跟他结了婚 而且不知道做了什么 竟然让老刘董从此再没别的孩子 若说虐待柳如烟 其实也并没有 毕竟老刘董对两个女儿都不太在意 她母亲平日里又只顾的享受 连她都很少不及 别提分身迫害大女儿了 只是幼年时父亲的冷遇 让柳如烟觉得权力是个好东西 所以才将柳如妹送出国 两姐妹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如今柳如妹愿意和柳如烟 共同管理公司 更是解了心结 我看着面前的小姑娘 问道 你打算以后就留在公司吗 那双亮晶晶的母子看着我 摇摇头说 当然不是了 我和我姐不一样 我更喜欢创作剧本 以后还得请寄影帝多多捧场 我喝了一口面前的奶茶 有点腻 看着她期待的眼神 看你能力了 她开怀地大笑起来 是是是 不是什么剧都能请得动你 后来我成了柳如妹的御用男主角 人人都说是我成就了一位伟大的导演 其实只有我知道 很久以前这个小姑娘就走进了我的心里 她自信的笑容 青春明媚 对于我这种不断游走在他人情感视角下的人 有着极为强烈的吸引力 在我和柳如妹一起获得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上 柳如烟也坐在台下为我们鼓掌 此时她已经退去的全身力气 全力支持妹妹的发展 也许是曾经育人不输 如今她在商场上杀伐果断 让柳氏的市值在她的手里又翻了数倍 发表获奖感言时 我感谢了这一路走来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们 包括柳如烟 她在台下笑得很开心 眼里有亮晶晶的泪光在闪烁 最后 在众人的祝福下 丹西跪在柳如妹面前 我亲爱的公主 嫁给我吧 一路的风风雨雨 终获幸福的曙光 柳如妹气不成声的戴上戒指 紧紧的扑到我怀里 大声的说 你终于是我的了 我愿意 结婚不到一年 我们就迎来了第一个孩子 接下来的几年 我们就不经常出现在荧幕中了 用柳如妹的话来说 每次入戏时 我都看起来不像我 她觉得看着这样的我很陌生 所以除非极好的剧本 我很少再会去演绎 后来柳如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 等孩子们都稍微长大了点 她就把他们都托付给了柳如烟 可能被几博英伤过 所以这些年 柳如烟都没有嫁人 到时她经常来我们家中看望孩子 孩子们都和她非常亲近 有她照顾我们都是很放心的 柳如妹人到中年 却越发地娇气起来 想跟我一起去环游世界 恰好这些年我拍戏也拍得少了 就推掉了手头上的其他事 陪她出去玩 后来我们游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看到了各色各样的人 彼此相爱 共生滑发 正文结束番外开始 柳如烟 从小我就在父亲的末世 和母亲的抱怨中长大 偌大的花园里 经常传来他们的吵骂声 父亲不在家时 母亲总是阴郁地盯着我 埋怨我为什么不是男孩子 那时候邻居家的几博英 总是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衬衫 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我们一起上学 一起交朋友 在我自卑又怯懦的时光里 她是唯一的救赎 但是随着一点点长大 几博应变了 她展开的外表越来越英俊 围在她身边的女孩子应接不暇 为了能让她的目光 一直停留在我身上 我开始打扮 开始学习外交 终于她的目光又看向了我 后来 我无意中听到 她的妈妈希望她能娶一个 对家族事业发展有利的女孩子 为了能配上她 我利用母亲失去后 父亲对我的一点点愧疚去接近她 可就在老头子许诺我要对我为意中认识 她走了 她说要出国深造 她想演戏 去追寻更广阔的世界 不想被束缚 我苦苦哀求她不要走 可几博应说 我们彼此需要空间 她在国外的绯闻不断传到我的耳边 和某某位艳星一起彻夜不归 又和某位财阀千金传出了绯闻 我一次次失望 又一次次欺骗自己 几博应不是这样的人 后来 在一次加班到深夜后 我看到了和几博应那么相像的一张脸 她的眼里有着和我一样的不甘和野心 对着那样一张脸 我心软了 我开出丰厚的报酬 要她在我身边扮演另一个几博应 一着蓝绿的少年同意了 整整五年的时间 她都演得很好 甚至我都当了真 以至于几博应回来的那些日子 我十分不适 我总认为 她不应该是这样的 后来我才发现 是纪博促演得太好了 她进入了我的骨髓 融入了我的生活 再我不需要使抽身离去 而我 却沉迷在戏中流连忘返 不能自拔 后来 我后悔了 我看到在离开我之后 她的光芒万丈 她的潇洒四溢 我突然明白 原来这五年 她演得那样好 在后来 我亲眼看到了几博应在别的女人床上的模样 那时我竟不觉得心痛 不及后来 她和妹妹宣布在一起十万分之一的疼 原来 细如人生 一旦错过 就转眼即逝